历代至下 第九章 世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 就来到耶路撒冷 要用难题试试所罗门 跟随她的人很多 又有骆驼驮着香料 大批黄金和宝石 她来到所罗门那里 就把她心里所有的难题 都对所罗门说出来 所罗门把她的一切难题 都给她解答了 没有一样难倒所罗门 不能给她解答的 世巴女王看见所罗门的智慧 和她建造的宫殿 她席上的食物 群臣的座位 仆人的事后和他们的服饰 酒正和酒正的服饰 以及所罗门在耶和华殿里 所献的梵祭 就十分惊讶 于是她对王说 我在本国听见 关于你的事和你的智慧 实在是真的 我先前不信那些话 等到我来了 亲眼看见了 才知道 你智慧的伟大 人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 你实在是见面 圣死闻名 属你的人是有福的 你的臣仆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可以常常示力在你面前 聆听你的智慧 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喜悦你 使你坐在他的王位上 为耶和华你的神做王 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人 要永远建立他们 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 好秉公行义 于是 世巴女王把约四千公斤金子 大批香料和宝石送给索罗门王 世巴女王送给索罗门王的香料 是犹大帝从来没有过的 西兰的仆人和索罗门的仆人 从俄斐把黄金运来 也把檀香木和宝石运了来 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做了台阶 又为唱歌的人做了琴色 像这样的东西 是在犹大帝从来没有见过的 索罗门王按着世巴女王 带来给他的回送他礼物 此外 还把女王所愿所求的都送给他 于是 女王和他的臣仆都返回本国去了 索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 共重两万三千公斤 另外还有从商人和行商运来的 阿拉伯猪王和本国的各总督 都把金银运来给索罗门 索罗门王用锤炼好的金子 做了二百面大盾牌 每一面大盾牌 用锤炼好的金子七公斤 又用锤炼好的金子 做了三百面小盾牌 每一面小盾牌 用锤炼好的金子 约三公斤 王把这些盾牌 都放在篱包嫩铃宫 王用象牙做了一个大宝座 包上纯金 宝座有六级台阶 又用金角凳和宝座相连 座位两边都有扶手 扶手旁边各有一只狮子站立 六级台阶上 共有十二只狮子站立 每级两只 一左一右 在列国中都没有这样做的 索罗门王的一切悲绝 都是金的 黎巴嫩灵宫里的一切器皿 都是金金做的 在索罗门的时代 银子算不得什么 因为王的传之 和西兰的仆人 一同到他师去 往他师的传之 每三年回来一次 在这金银 象牙 猿猴和孔雀回来 索罗门王的财富和智慧 胜过世上的猎王 世上的猎王都求见索罗门的面 要听神赐给他的智慧 他们个人带来的礼物有 银器 金器 衣服 兵器 香料 罗马 每年都有一定的数量 索罗门有四千马郎的车马 还有马兵一万二千 他把这些人马 安置在囤车城和耶路撒冷 就是与王在一起 索罗门统治猎王 从右方拉底河到菲利士地 直到埃及的边界 王在耶路撒冷 使银子好像石头 使香伯木好像平原的桑树那么多 人们从埃及和各地 把马匹运到索罗门那里 索罗门其余的事迹 一生的始末 不是都记在拿丹先知的记录上 是罗人亚西亚的预言上 以及先见亦多论到尼巴的儿子 耶罗伯安的启示录上吗 索罗门在耶路撒冷作王 统治全以色列共四十年 索罗门和他的列祖同睡 埋葬在他父亲大魏的城里 他的儿子罗伯安 接续他作王